大家好 我是Chris 今集我去做生意 来到第三集 我们之前有说两集关于AI的事情 今集想跟大家预言一下 究竟AI有什么影响你和我的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业革命 有人说这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究竟AI有什么影响你和我 最近有一个看过节目叫《机智个人》 中间有两个比赛 有一个机晓人和一个真人的调就师 两个月比赛要混合一个喝 有七种口味 每个口味都有不同的重量 他要做一个彩虹颜色的咖啡 但之后一个真人有比较有经验的人 他差一点就把其中一个颜色的喝 混合在一起 另外机晓人最后是赢了 最后因为他知道每个颜色的时候 他知道它的重量和计算到它的力 最后他赢了 你会想 究竟连这个酒店都会影响我们 究竟有什么行业会影响到我们 稍后我会和大家谈谈 可能你看这集是因为你有兴趣看AI 你可能之后会想 究竟AI我需要学 或者有什么门楼 其实我可以和大家去探索 一些问题 最近就有一个统计 因为AI会出带很多行业 因为AI在近一两年的需求 特别在人才里面的需求是极多的 其中包括数据安全 即是Cyber Security e-commerce 金融和移动通讯 几个范畴里面 这些行业会比较需要AI多些 可能你会在香港觉得 这件事未必很快地影响到我们 其实在中国来说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 也有很多外国公司 在中国开了一些AI研究中心 例如Google 最近在中国可以发挥这些人才 也有一帮人在外国回到中国做AI 其实在工作上 现在公司的需求是什么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 由大公司看 大企业需要一些前端的技术人员 例如一些比较高的学术性的东西 例如这些可能要PhD 或者一些更加高的学位的人才可以做到 因为它是写一些底层的algo 另外一些初创公司 可能一些开始一距 需要一些门栏 比较多一些去工程师 需求多一些去工程师 所以来说有两条路 如果你是想去找一份类似AI的工作 你就必须要去进入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如果你对譬如设计 像之前有个PiPhone的评计 你有兴趣呢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要在数据 数据 一些数据 在数据技术上开始看 另外去到最深入一点 你可能必须要进入一个 好心好心的门栏 去学习很多的AI的范畴 例如 有几样东西 现在AI里面 有几样东西是必须要知道的 最大需求是关于一些视觉的 视觉的技术 例如用在无人格计车 例如是用在无人格计车 例如是令到一个AI可以触碰到 或者可以做到人眼看到的东西 去做一些决定 所以刚才说就是无人格计车 另外 例如自然语言的技术 即自然语言的技术 其实这件事都需求很多 因为它必须要用于在很多的范畴 例如是项目服务 例如一些自动去 如何去达一些客人的东西 例如用一些讯号标 之前有说机械人聊天气 这些很多是用于一个 自然的程序 另外就是一些深入一些的 所以就是AI近几年 这三件事是必须要 就是有很多的工作职位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个范畴里面 人才不是很多 亦都有的 但他们需要的经验 反而可能要五至六年 但现在的市面上 可能有AI的工程经验人 是极之有少的 可能他们说的是 只有两至三年的经验 所以未来可能要到三四年后 他会先有一堆的人才 去融入这个市场 所以你和我现在今天 这个视频开始 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另外我们在香港来说 我们面临着这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未来会有一大堆的 AI人才 可能中国已经有的人 会涌入来香港 因为之前有说 2018年 在一个中国的 已设立了一个入大学的门栏 他们必须要识识一个python 即未来说 可能很多人会进入这个行业 也可能变成一个 就是最基本的门栏 所以如果你对AI有兴趣 第一 必须要知道 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 你对计划数据有没有兴趣 第二 当你学习了基本的语言 即这些计划 其实只是第一步 因为你要进入一个很深的门栏 就是要学习例如数据 或计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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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入一个深入的门栏 才能成为一个 计划数据的技术人员 所以其实今天 如果你看到这视频 你会有什么问题 你可能会问 究竟AI是否计划数据 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一集 就关于AI 可能会觉得 哇 门栏非常极度高 对我来说有没有兴趣 是的 如果你对AI 如果你对基本技术 或者基本的计划数据 都没有兴趣 我都可以说 你可能不需要进入这个行业 你只要了解一下 AI会发生了什么 可能你令到 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可能也知道 但如果你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 你刚才说的门栏 你都必须要知道 这是进入一个很深 是一个很高门栏 和高技术的要求的职位 其实有几个行业 刚才有说 是会令到用AI 或者一些机型 会重复 刚才说技术 有些可能做手术 可能将来这些机型 可以重复 甚至现在我们听到 一些音乐 都是由AI自己写的 今集又说了很多 关于有什么的门栏 你要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相对性来说 AI是非常高的门栏 但如果对你的行业来说 如果今天 如果你看到 我的工作 会不会被重复 只要你看到 有些工作上 也有很多重复性的东西 例如例如 例如会计师 法律 拍摸服务 有很多这些行业 肯定会被人 中间有些范畴 一定会被人重复 刚才说了一些 例如调走私 和一些关于音乐创作 虽然有AI 去怎么写音乐 但是这些行业 都需要一些很高度的 創作空间 和人脑才能输出的东西 是相对性难的 以及一些关于 服务的东西 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服务性行业 一些等待员 或者一些帮助 或者一些帮助 这些是很难 和一个机器去重复的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有意义去投身 这个AI行业 刚才有说 有很多的技术性的门楼 以及一些数学的门楼 或者一个学术性的门楼 也都非常之高 虽然我们未来见不到 一些什么AI会重复的 但是我都可能说 如果你对这些技术有兴趣 值得花这几年去进入 这个AI的行业 如果我们身为香港 我们知道 可能中国有大堆的人才 或者一些外国公司 会在中国开一个研究所 而且你又不能去到 譬如美国的植谷 究竟我们在香港 如何去学这个AI的东西 有几个范畴 虽然我们之前有说过 有些AI的课程 例如UDACITY UDACITY.COM 例如DataCamp.COM 例如UDAMI 有很多很便宜的课程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因为AI本身来说 你需要大量的数据 才可以做到 所以有几个网站 都可以鼓励大家看 叫Kargo K-A-G-G-L-E.COM 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赛模式 但你会去 可以拿到一些数据 可能在实际公司 去做一个比赛 去提供一些数据 你可以进入这些网站 去看有什么兴趣的比赛 你可以直接去学 或者去做 所以来说 不用怕 因为今集 可能AI会重复你的工作 但不是这么说 可能你会去 这一集希望可以令到你去 想想 究竟我需不需要进入这个行业 以及之后我的工作 或者你的工作 会如何回复 如何由AI影响得到 希望今集可以帮助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AI或其他关于这个行业 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在我们Facebook留言 和YouTube留言 我们尽可能在将来 都会隔开AI 但未来都会说多些 关于如何做生意 如何运用其他 例如鼻笼式收入 希望这三集帮助大家 多谢大家